中东的局势突变,让韩国总统尹熙悦终于感到怕了,10月18日尹熙悦在与参谋团举行会议时,一贯对美日软弱,对国内强硬的韩国总统尹熙悦,终于低下了他那高傲的头颅,向国民道歉认错反思了,在和执政党领导层的聚餐时,尹熙悦更是发出了执政三年来首次的反思言论, 我和内阁将反省执政以来到底执行了多少政策,言下之意是为什么会走到这般境地,他更是强调,国民永远是对的,我们不能对任何批评进行辩解,但是对于尹熙悦发出反思的言论,韩国民众并不买账,马上就有韩国民众狂对尹熙悦,你不是要倾听民众的呼声和反思吗? 那么民众要你下台,抓紧管吧,那么对国内一贯强硬的韩国总统尹熙悦,为什么会突然放下身段,突然开始反思自己的执政政策了呢? 很明显,尹熙悦已经嗅到了危险的味道,因为就在刚刚举行的韩国一次地方选举上,尹熙悦领导的韩国执政党遭遇惨败,李在明率领的在野党候选人,以绝对优势击败执政党候选人取得胜利, 这被看作是明年韩国总统大选的风向标,就在10月14日,执政党国民力量党突然宣布,该党领导层决定集体辞职,这让嚣张跋扈的尹熙悦,一下子成了光感司令,韩国执政党的集体辞职,既有对这次选举不利负责, 同时也表达了对韩国总统尹熙悦的高度不满,用这种集体辞职的方式来表达心中的怨气。 在野党里在名人气高涨之下,韩国执政党的选举中失利,以及执政党高层全部辞职,让尹熙悦的执政之路也变得极其可威起来, 而韩国执政党的集体辞职,以及韩国执政党的支持率民调一路下跌,都和韩国总统尹熙悦不无关系,自从尹熙悦上台以来,采取了疯狂跪天美日的政策,尤其是在日本排放核废水期间,尹熙悦竟然替日本核污水站台,竟公然跑到海鲜市场吃日本海鲜,替日本排放核污水的行为洗地,这一下算是彻底惹怒了韩国民众, 以至于韩国最大在野党党首里在民发起爵士抗议,从而在韩国政坛掀起了一场惊天浪潮,而在李在民爵士抗议生命奄奄一息,被紧急送往医院期间,尹熙悦不但拒不改变对日本核污水的处理态度,还对爵士的李在民落井下时发起最后一击,通过检查机关的首要逮捕李在民,不仅犯了众怒,也让韩国在野党开始空前团结, 誓言一定要拿下尹熙悦,尤其是巴以战争爆发之后,也让尹熙悦空前紧张,因为尹熙悦上台之后,警报美国的大团,不断和美国举行军事演习,不断引进美国的武器装备,推进萨德部署,更是纵容美国潜艇,长期滞留朝鲜半岛,使得半岛关系急剧恶化, 朝韩双方多次剑拔弩张,甚至一度擦枪走火,如今哈马斯突然发起绝地反击行动,5000枚火箭弹直接打穿以色列的铁穹防护系统,并且对以色列造成重大伤亡,这也让尹熙悦高度紧张, 因为对面的朝鲜无论军事实力国力,都要远朝哈马斯,如果说朝鲜对韩国突然发起致命一击,恐怕韩国连还手之力都不会有罢,真的到了那时,已经同时深陷乌克兰,以及中东泥潭自身南保的美国,还会抽出手来救韩国吗?上任三年,在尹熙悦带领之下的韩国,虽然和美国以及日本关系回暖,但与此同时和中俄关系双双恶化, 尹熙悦在上任这几年,屡屡突破底线,同时为了抱美国的大腿,不但对美日奴言必息,还不惜和中国翻脸,尹熙悦自己也终于走到了山穷水晶的地步,根据韩国政坛下台清算的青瓦台魔咒来看,已经引发天怒人怨的尹熙悦,恐怕难逃此劫了,其实说最狠的话,挨最毒的打,用这句话形容刚下的尹熙悦,那是在恰当不过了, 前面给大家说了,韩国总统尹熙悦罕见的放下身段,声称要反思政府的所作所为,并且强调开始倾听民意了,就在刚刚,韩国再次释放重磅消息,又开始对朝鲜抛去了橄榄枝,尹熙悦一改此前对朝鲜嚣张强硬的姿态, 声称希望无条件与朝鲜对话,韩国总统尹熙悦突然放下架子,声称要多倾听国民的意见,政府要多反思,今天又希望和朝鲜进行无条件的会谈, 是他良心发现了吗?是因为尹熙悦真正切切的感觉到了危机突袭,真的是感到怕了,看来哈马斯五千枚火箭弹,打穿以色列这个残酷事实,还是让韩国感到怕了,开始再次向朝鲜服软,要和朝鲜进行和谈对话了, 我们看到就在韩国发出,愿意和朝鲜进行无条件会谈的同时,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正在朝鲜访问,正是韩国的极端亲美亲日政策,使得朝俄关系急速升温,不但是俄罗斯外长以及国防部长先后到访朝鲜,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还突访俄罗斯,并且双方达成了一系列的军事合作, 尤其是俄罗斯将会帮助朝鲜,升级卫星火箭等领域的技术设备,以换取朝鲜大量向俄罗斯出售常规武器,要知道朝鲜已经是一个拥合国家,巡航导弹方面也已经取得突飞猛进,并且已经有了能够打到美国关岛的巡航导弹, 而如果在卫星通信方面,再获得俄罗斯的技术突飞猛进的话,那么对韩国和美国来说,无疑是噩梦般的存在, 搞笑的是就在前几天,韩国竟然还大言不惭的批评俄罗斯向朝鲜出售先进武器及弹药,同时威胁要对俄罗斯展开制裁, 真不知道韩国哪来那么大的底气,他拿什么制裁人家俄罗斯,面对韩国的制裁威胁, 俄罗斯随即派出了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访问朝鲜,并且和朝鲜达成一篮子合作协议,既狠狠打了韩国的脸,同时又敲打美国不要妄动, 朝鲜和俄罗斯的加速靠近,让韩国如坐针毡,终于谈话要和对面的朝鲜进行无条件会谈了, 尹熙悦之所以如此认识,其实还有一个原因,那就是因为如今的韩国政坛一片腥风血雨, 尹熙悦也已经悄然走到了山穷水晶的地步,尤其是在执政党关键选举的失利, 韩国执政党集体辞职,成了光胆司令的尹熙悦形势,也更加岌岌可危, 而恰恰这时,中东战争爆发,美国将大批军力调往中东, 与此同时还要在乌克兰战场上支援乌克兰,可以说如今的美国是焦头烂恶苦苦之称, 而如果朝韩半岛再次爆发战争,此时的美国还有能力帮助韩国吗? 更何况对面的朝鲜军事实力要远胜于韩国, 如果采取哈马斯那种无差别的打击措施,在朝鲜狂轰烂炸之下, 韩国还能支撑多久,即便是美国想救又能救的了吗? 更何况如今的美国也是自身难保,在中东多个军事基地都遭到来自中东武装力量袭击, 甚至也门胡塞武装直接对美国军舰发射了巡航导弹, 局势的突然骤变,终于让韩国总统尹熙悦开始后背发凉了, 在将朝韩半岛以及和周边大国关系搞了一团糟之后, 尹熙悦又想起了反思,又想和人家无条件会谈了, 我认为太晚了,尹熙悦还是洗好脖子, 等着青瓦台魔咒发光吧。 我们到处了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